让我们有请卢台长光临 大家好 师父来看你们啊 师父能想念你们啊 让伟大佛陀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能够洒向人间佛光普照 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 慈悲众生而降下的殊胜法门 不需要花费分门 即可超度亡灵 解决家庭 事业 情感上的问题 无数的大病 绝症 以及精神病患者 通过许愿 念经 放生 念诵小房子而奇迹 痊愈 全球一千万人都受益了 您也可以帮您自己化解灾结 清明法门是帮助您 消灾改命的发报 随朝年间 江苏太仓突然流行瘟疫 得病之神全身长满红疹 发烧咳嗽 痛苦不堪 哎呦 哎呦 疼啊 城中有一药店老板 王真见此情形 赶紧令伙计在城里到处贴布告 说自家有治病良药 没多久 药铺前就排进了肠队 仓库里屯的变质药材全部都受益工 王老板 信心好 再卖一些药给我们吧 真的没有药了 你们再等两天吧 火计中有一个叫大牛的人 老实忠厚 忽然记起以前在医书上见过一种江边柳树 将树根挖中磨散内幅可以消除红疹 书风清热 于是便跑到江边去寻找 果然被他找到了一颗 啊 太好了 果真有这种有事 回家途中 大牛路过一条漆黑的巷子 大牛见这和尚着实可怜 再不救治就没命了 干脆将和尚带回家 亲手熬了药 来 大师 请喝药吧 没过多久 壳上的红疹竟消失了不少 大师 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好多了 跟没病一样 第二天 大牛来到药铺 却和掌柜王真为一群百姓团团围住 王真卖的药吃了不但治不了病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王真和大牛卖假药 坑海香气 走 带他们见官去 原来 这几天病人们吃了药不仅没能治病 反而传染得越来越快 百姓们吵得越来越厉害 准备将王真和大牛抓去官府 大家听我说 我不知道之前的药怎么样 但是现在我已经找到了新药 走走走 监官去 他们祸害人 大家听我说 有话到官府去说 对 走走走 监官去 住手 大牛没有卖假药 我的病就是大牛的药治好的 如若不信 你们尝尝这副药就明白了 说完 他打开药包 一包是已经喝过的药渣 另一包还是味尖的药材 大家前床都半信半疑 没人敢上前试药 我来尝 这人正是大牛的母亲 大牛当众熬起了药 他将药喝下 不一会儿 他脸上的红枕全然消退 烧也退了 众人惊奇 大牛 你这是什么药 大家别着急 这就是我在江边找到的新药 我这就带大家去取 大牛便带着大家 来到昨晚挖树根的江边 说明了前因后果 王真见状 准备偷偷溜走 却被一面无形的墙壁阻拦 我人 哪里走 王真扑通一声 跪地求饶 大师 我知道错了 放过我吧 这时 众人见和尚 竟悬空而立 随即天空出现了一朵莲花 和尚化身为观音菩萨 立于莲花之上 地面长出许多能治病的柳树 招念观世音 目念观世音 念念从心起 念佛不离心 一切灾殃 化为尘 大家恍然大悟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显灵 救了太苍城的百姓 众人连忙跪地口拜 随后观音菩萨腾云而去 王真做了措施 受到教化之后 卖掉家当 在江边筑起一座观音庙 和大牛日夜职守 供奉观音菩萨 还在观音庙旁建了一个小屋 保护怪流 并种植许多其他的草药 救济得病的穷人 此后 太苍城的百姓 经常来这座观音庙前 祈求菩萨保佑家人健康长寿 并把观音菩萨 救度瘟疫的故事广为流传 人们天天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持足念经 学佛修心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严命观音 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张 在路上遇到一个搭顺风车的美女 现在很多 哎呀 再我一段吧 那么老张呢把车停下来 这个美女呢就上车了 突然开开呢 这个美女呢突然之间呢 晕倒了在车上 这个时候呢老张呢 不知所措 不得不把她送到医院 老张已经感受到压力的存在 到了医院 医生经过检查 出来说 啊 这位女士已经怀孕了 恭喜你啊 你要成爸爸了 那个老张 医生 这孩子不是我的 哎 可这女士 说孩子是你的呀 不是我的 讲也讲不清楚了 这时候老张开始焦虑不安了 他不得不求做 DNA 要做一个测试 证明自己的清白 测试 结束之后 医生说 啊 张先生 您是不孕不孕不孕症的患者 而且是天生的 你是不会生孩子的 你是清白的 但是老张听后 忧虑重重 在回家的路上 他不断想着 家里自己的三个孩子 突然 他心里感到 心力憔悴 回到家里 老婆一开门 高兴地迎上去 哎呀 你回来了 我又有了 这时候 老张觉得生不如死啊 很快 不管老婆怎么解释 他和老婆 离婚了 耿直的老张 净声出户 就是什么都不要 他离开了 突然间 老张还感觉 自己浑身一清 有一天 老张碰到了 在医院的好朋友老刘 那个老刘 把他叫到一边说 哎哎哎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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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样 啊 上次那个女的 我一看 他想讹诈你 那天啊 正好我值班 我还不了解你嘛 我偷偷帮你处理了 说你啊 是不遇患者 哈哈 请我吃饭吧 老张想到 自己的老婆 和三个孩子 他大脑轰了一下 这次 他自己进医院了 他觉得自己 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这个笑话告诉大家 我们人间的善变之心啊 来自于你的情绪的控制 情绪有时候像心魔一样 所以佛法讲 无常的人生啊 你能够控制好情绪 你才能好 你才能好控制好你的人生啊 感恩南魔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河沙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恩师卢青红台长 我们自己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我们想让师父 帮我父亲 看一下他的身体 几几年属什么呢 1944年属猴 心脏不好 对 我告诉你 腰嘛腰也不好 对 很对 关节有问题 非常对 而且他最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有小便啊 前列线 非常非常的对 感恩师父 他已经信佛了呀 他 师父 我们全家都修心灵法门 修了两年多 你要叫他当心啊 他主要问题 身上还有灵性啊 对 他有一个灵性 经常要跟他讲话 而且呢 晚上经常来找他 太对了 师父 师父 半个月之前 我们家里已经帮他准备后事了 然后 在中秋节的晚上 他发大愿 五年之内放生十万条鱼 然后命被保了下来 奇迹发生了 他这次一定要来马来西亚参加法会 有一颗心 有一颗心了呀 刚刚不是前面讲了吗 你发生十万条 你身上这颗心就亮了呀 对 就这么厉害了 所以菩萨就可以救他了呀 对对 感恩师父 师父说的都对 他这条命 我告诉你 本来这个节 刚刚我看是过不去的呀 嗯 他最危险的时候 其实他从去年就开始不好了 太对了师父 师父 哦 他的心脏真的很不好 而且他的心脏啊 就像经常像停掉一样 对的 太对了 你要叫他好好念经啊 他念经的 他现在吃素了没有啊 他全素 吃全素了 嗯 现在几岁了 七十六岁 看看他杨寿有没有 感恩师父 七十六 也不多啊 杨寿本来就七十九 感恩师父 好吧 你要叫他严寿的 好 尝了点四方签 全拿出来放声了 他全部拿出来放声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师父 你别看他 现在蛮老实的 年轻的时候 也不咋的啊 师父 你说得太对了 他年纪轻的时候 做了很多的措施 啊 风流梯躺啊 太对了 感恩师父 风流梯躺 就是鼻涕都躺下来了 所以叫梯躺 感恩师父 哈哈哈哈 师父 嗯 他盆腔内有恶性肿瘤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好的 恶性的肩脂瘤 几几年数什么 1944年的盒 盆腔肩脂瘤 是 是 恶性肿瘤的一种 嗯 看到了 感恩师父 他靠前面的 盆腔靠前面的地方 对的 对的 他现在已经 造口了 职场做造口了 嗯 叫他坚持 许愿念经放生吧 好的 菩萨会保佑他 他如果哪一天 做梦做到菩萨来过 或者有一个 穿西装的来过 感恩师父 嗯 好吧 好的 师父 好像我救过他一次嘛 是的 你救过他一次 他做梦看到过我的 感恩师父 哎呦 长年轻的时候 长得还可以了 是的 师父 你说的非常对 他除了你妈之后 你妈在这里吗 我妈不在 不在的话 我告诉你 可以师父 他除了你妈之外 还有两个跟他 特别特别好 对的师父 你说的太对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叫他老实一点啊 他知道了 他错了 嗯 错了 好好感毛病了 礼佛要念的 好的 好吧 好的 嗯 叫他当心啊 他还会喝酒 过去 过去 嗯 嗯 现在不喝 他不喝 好吧 嗯 嗯 好了 师父 我想问一下 他念了这两千张小房子 能否看一下 他念的小房子的质量如何 还有想想 让师父 看一下他的功课 还有 很好啊 很好啊 小房子念的很好啊 然后看一下他的功课 小房子都念的挺好的啊 是的 两千张 他收到一 一千八百张了 哦 感恩师父 嗯 师父你能不能帮他看一下 他的功课 功课吧 礼佛五遍啊 嗯 他现在念的五遍 大悲咒们三十六遍 哦 心经文要念四十九遍 哦 好吧 往生咒要念 一天念五十九遍 好的 师父 嗯 放生今后的话 怎么个放 就这点够了 够了是吧 感恩师父 师父我还想你帮我看一下 我家里的佛台 感恩师父 家里主人是谁了 主人是我 他跟我一起生活的 你几几年属什么了 我是1973年的属牛 难怪啊 菩萨给他救他一条命了 哎呦 观地菩萨经常来 对 感恩师父 他还 他过去集的时候 他还拜过 那个孙悟空啊 斗战圣佛啊 一起来过 斗战圣佛也来过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你们家这个佛台还蛮好的 靠近窗户的 对 非常对 师父 嗯 好吧 没什么大问题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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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可不可以啊 快点了 快点了 好的 我家里那个冰箱老响 就是客厅里面的那个冰箱 老有那个响的声音 也不是什么新冰箱了 哎 好几年了用的 是的 好几年了 师父说的很对 里面机器不好 又不是鬼了 哦 好的 太感恩师父了 烂冰箱 回修回修们好了 好的好的 用不着担心的 冰箱们不要去放在客厅里呀 哦 冰箱们应该放在厨房里的呀 好的好的 客厅里哪可以放冰箱了 好的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他老小了 他有时候机器不好 他突然之间自冷了 一不自冷 他就会咕咕咕咕咕咕咕 响几下 哦 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好了 好 感恩师父啊 好 今天呢 继续给大家说白话佛法 这个 我们学佛人 学佛念经啊 首先呢 要用心 心是最重要的 无心念经啊 很难感应啊 你看很多人念经啊 啊 嘴巴一闭 那那那那那这么念 他没有用心啊 那感应力就不够了 你每念一遍心 你要得到菩萨的感应了 所以念经就是念心啊 所以我们平时做人就是这样 你说你念经就油炉 放一本经书在你边上 你说你一本经书在边上 你很难感应啊 你很难感应啊 因为经书没有用啊 因为你没有去念它 那么你念它的时候呢 你要用心你就会有感应啊 所以持经人的用心啊 就是在你意念起来的时候 我要念经了 你的意念起来了 这个时候 你的心就开始动了 动的是佛心佛念 动的是什么心呢 那么是无相无明 因为在念经的时候 人啊是不着相 心中没有任何需求 心非常的安静 所以念经就是念心啊 如果一边在眼睛到处乱看 一边嘴巴里在念经 你说这个一遍经文出来 效果就是差很远很远 所以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懂得 明相不执着明相 然后明相当你不执着的时候呢 它是非常的清静的 你说我们不为明不为利 我们不执着于明相 我们人是不是非常的高尚 很干净 犹如一朵莲花 它在成长的当中 实际上长势非常好 它像一朵莲花 它就长起来了 但是呢 杂念呢 进入了我们的心中之后呢 那么你念经 为什么 有相的去念 有目的的去念 那么就有如你的莲花边上 生出了很多的花枝 而且这些花枝 如果无人剪割 没有人去割啊 把它剪掉啊 你一定会影响到莲花的繁茂成长 莲花的繁茂成长 所以真正的念经要无相 无相 无明 我们现在很多人做什么事情都有明啊 着相啊 因为我有所求啊 我求这个啦 我求那个啦 它都是心中有一个目的去做的 所以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啊 自生自灭也好 自取生灭也好 实际上为了一些利益 为了一些啊 虚幻的啊 看不见的利益 那慢慢的 人的政治就被埋没了 政治就是正确的智慧 就会被埋没了 那这个时候你没有正确的智慧 你就很难辨别哪些是烦恼 哪些是欲望 哪一些确实应该防止的 那么你慢慢的就离开了般若了呀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整天被烦恼所困 他早就远离了般若智慧 台长告诉大家 洛杉矶发生的一件真实的事情 在1989年 美国洛杉矶大地震 不到四分钟的时间 三十万人受到了伤害 一个年轻的父亲 安顿好自己受伤的妻子 他就冲向了自己七岁的儿子上学的学校 等他过去一看 那个昔日充满着欢声笑语的三层楼的学校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他顿时感到眼前一变漆黑 大叫阿曼达我的孩子啊 哭得就跪下来了 在地上大哭之后 他突然之间想起 经常对儿子说的一句话 就是无论发生什么 父亲总会跟你在一起的 他挺起身 向那片废墟走去 他就用手再搬开 石头用手在挖 这个时候不断有很多的父母亲走过来大哭 我的儿子啊 我的女儿啊 哭过之后都绝望地离开了 有些人上来拉住这位父亲说 太晚了 孩子们已经死了 你回去吧 还有人说 你要冷静一点 你要面对现实啊 这位父亲 双眼直直地看着他们问 你们帮不帮我 没有人帮他 消防队拦住他说 太危险了 随时可能起火爆炸 请你离开吧 这位父亲说 你能不能帮我呀 警察走过来说 我们知道你很难过 但是这样不但不离于你自己 对他人也有危险 马上回去吧 他还是那句话 你帮不帮我呀 人们叹息地走开了 都认为他已经精神失常了 但这位父亲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我的儿子在等着我 他挖了八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二十四个小时 他挖了三十六个小时 再也没有人来阻挡他 他满脸灰尘 双眼布满血丝 浑身上下破烂不堪 到处是血迹 到了第三十八个小时的时候 他突然听见地底下 传出孩子的声音 爸爸是你吗 爸爸大喊 阿曼达我的孩子 爸爸真的是你吗 是我是爸爸我的孩子 儿子在地下说 我告诉我的同学们 不要害怕 只要我爸爸活着 就一定会来救我们 因为爸爸说过 无论发生什么 你总会和我们在一起 父亲接着问 孩子啊 你们下面有几个孩子活着 儿子说 爸爸 我们还有十四个同学都活着 我们都在教室的墙角 房顶塌下来的时候 架了一个大三角形 我们没有被砸到 但是我们很饿 很干 我们很害怕 这时候父亲像发了疯一样 对着四周说 大家快来啊 有十四个孩子啊 这个故事说明 奇迹虽然让我们很庆幸 但是信念的能力 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我们现在人 想要做事情成功 要相信自己 一定能够成功 我们要学佛的人 要修心成佛 要做好人 我们要有信念 我一定能够改掉 身上的坏习惯 学会用心灵的力量 让自己能够彻底改变 这就叫修心啊 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相信会失败的人 你总是相信不好的结果 一定会发生 因为他们的错误 在于你缺乏自信 我们学佛人 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边 已经有菩萨保佑了 很多生癌症晚期的人 他为什么能够好 他相信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的 所以坚定的信念 就算活在烦恼的人间 你也一定会修出一个 心中的净土世界啊 祝悲众生 那么观世音菩萨 此有终生 救苦救难 度尽苦难无尽情 男孩观世音 灵感观世音 牵手牵引观世音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默默观世音 菩萨 男孩观世音 灵感观世音 千山